院長你自己也是科技人 我也是理工人 那個張善政要怎麼看 鄭運鵬跟鄭文燦跟蔡英文說 台積電一奈米場 一定要落腳桃園啊 都是我們的努力 你怎麼看 台積電如果真的要到桃園龍潭 將來我當市長絕對挺到底 這個是沒話講的 我在科技部長的時候 台積電正要進駐中科 我那時候也幫了一點小忙 那個就大概先第一塊 第二塊 你等等 等一下 我第一塊 還要第二塊好不好 我媽逼你幫一點小忙 你要講是什麼忙啊 你都不講 你都不講 大家我們怎麼忙 對幫一點小忙 好 當初中科園區旁邊 有一塊國防部的地 不小 台積電就需要那塊地 因為它有一個方整的地 對對對 那那塊地種了很多樹 有野樹 大部分是那種野樹 有一些戶樹媽媽 對 戶樹的人就說 一棵樹都不能少 每一棵樹要編號編號編號 不能砍掉 要移到別的地方去 就幫它解決這個問題 讓它能夠順順利利的 進到那塊地去 那些樹能夠不要傷害 就能夠移到別的地方去 好 講到現在這裡 你如果看10月份 台積電的法縮會 他給了一個技術的進程表 2奈米 2025出來 2025 2025離現在多久 還三年 1奈米沒提 因為根本還沒出實驗室 各位我們是理工人 1奈米最快實用化要到2027年 鄭文燦蔡英文 你們是會時光穿越是不是 2027年距離現在至少5年 它連光刻機都還沒有出來 而且那個耗電 一定遠勝過2奈米 3奈米的時候 你今天拿這種東西來唬爛 我覺得我是很生氣 我想起來你是電機器 不好意思 雖然讀得不好 但我好歹是電機器 你拿的東西來騙我 1奈米 全世界都還沒有商業化 然後這幾個人在那邊胡吹 而且我們這樣講 就算真的有人偷偷跟 我跟你講蔡英文 我跟妳講 我1奈米技術已經做出來 你他媽現在就講 我們怎麼跟三星競爭 三星就知道 鄭運鵬說過了一個桃園選舉 我跟你講 所以你看 龍潭科學員區歸誰管 歸新竹科學員區管 歸國科學管 竹科管理局 竹科管理局在前一陣的反應是什麼 說如果有需要 因為現在龍潭科學員區已經滿了 沒有地方給台積電 所以他一期二期已經滿了 如果要讓台積電進到龍潭科學員區的話 他必須啟動第三期 所以你看 新竹科學員區怎麼講 他說如果台積電有需要 他們就會啟動第三期的土地徵收 所以我跟你講 這個地主就是龍潭科學員區的這個主管機關 新竹科學員區 根本就還沒有接到通知說 台積電要進到龍潭科學員區 所以也還沒有啟動第三期的土地徵收 不是這樣嗎 對啊 不是因為沒有啟動 結果卻有人在那邊騙人 你不可以拿一個根本沒有成熟化的東西來唬爛人 但是在科學員區跟台積電運作上面 我們直接講明 你現在看到台積電被分拆 你內心會不會有一點擔心 你說分拆有一部分跑到美國去嗎 跑到德國的德勒斯登現在正在看場 日本的熊本已經建場 然後Arizona的Phoenix旁邊已經要準備要蓋五座廠 院長是科技人 請問台積電被這樣分了之後 它的矽頓的效果還在嗎 你不要像唐鳳一樣唬爛喔 我想唐鳳你根本不是讀理工科的 你跟我在那邊唬爛你說什麼 因為我們有磁鐵鏡 秀了你的 好我們今天不要講怎麼會髒話 院長你自己 我們這樣講 我們今天先撇開你市長候選人身分 你分析一下台積電目前的走向 這個國家真的在走向安全的未來嗎 當然不是啊 然後你講說他們在騙 本來就是民進黨不是從以前一直 一路騙到現在嗎 台積電這個事情 我講不過客觀 大家看张忠谋前一阵子讲什么 他根本就不支持台积电去美国 大家Google一下 就可以看到张忠谋的论点 张忠谋的论点还不够权威吗 所以 只要一开战台积电就毁了 然后如果张忠谋的立场是 他根本反对台积电去美国 因为在那里不可能有竞争力 但是我们这样讲 魏哲家寒悲忍辱 也得要去 那为什么 因为政府逼他们走 就这么简单 政府要讨好美国 对不对 就让他去 然后张忠谋我印象里面也讲过 说在美国生产这些金元 根本就不会有利润 对 对不对 而且不止这样 最大的问题是我国最宝贵的人才 都会被送到美国去 那对方拿绿卡 对方拿永居权 心里的时候 你不要说没有细盾了 我们连人肉盾牌都没有了 那通通都没有 我们还剩什么 我们也没有了故宫的国宝 蓝千山馆 这个数百亿以上的无价之宝 故宫要把他退回去 台积电跟我们的台积电的人才 这个从李国鼎时代 一路留给台湾后代的宝物 也被分拆出去了 将来我们靠什么东西防御 靠什么东西来让大家继续留在台湾 靠什么东西让全世界珍惜台湾 我真心觉得很无奈